哈喽,我是Joey 我是G-Bedding的Creative Director 也是这里的琴夏老师 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关于如何找到适合属于自己身材比例的衣服 大致上有分为三种 第一就是三七比例 那另外其中两种呢 分为四六与五五的比例 那大致上是属于我们亚洲女孩的身形 那么呢,如果穿错的话呢 就会从你的四六的身材变成五五比例 那么五五比例呢 在照片里面或者在人的视觉里面呢 会看起来不高挑 那首先呢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属于什么比例的身形 一般上很多女生很喜欢截图三七比例的 模特儿的身材的衣服给我们看 来找她心目中想要的衣服 如果根据你的照片里面的那些比例的衣服的话呢 如果真的是穿错的话 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三七比例会变成五五 如果穿在我们亚洲人的女生身上 会变成整个身形很不完美 那么呢,这是一个婚礼嘛 你当天就是主角 当你穿到五五比例的身形的衣服的时候 然后在照片里面就没办法达到那个高挑的效果 那就很可惜 最后,如果你真的没办法了解自己的身形比例是什么的话 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Z Wedding 来寻求我们专业顾问的帮助 好,下一期呢 我们将会分享更多关于Silhouette和Netline的知识 欢迎你们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谢谢你们 再见 拜拜 拜拜